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几个令人震惊的财经消息 让你不得不关注 首先,大闸蟹的价格如同过山车 从120元一斤的高峰直降至90元 甚至有的地方竟然只要10元一两 这让消费者们兴奋不已,纷纷准备大快朵移 而商家却预告的价格还会进一步下滑 市场上竞争可谓激烈 接着,我们来聊2024年的民营企业500强名单 京东、阿里巴巴和恒利集团 分别拿下冠亚季军 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些企业的总营业收入高达41.91万亿 让人惊呼连连 同时,这些企业也在积极转型 向数字化和绿色化迈进 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可小觑 最后,我们讨论到科技巨头们 在AI领域的激烈竞争 特别是微软对OpenAI的巨额投资 这段金童玉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科技未来的无限可能 不过,微软的这一系列投资 是否能在未来带来回报 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朋友们,我跟你们讲 这些新闻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特别是大闸蟹的价格 简直像坐了过山车 你们也知道 网易最近报道说 国庆节前大闸蟹的价格 高得让人无紧钱包 但是过完节 价格就像掉到水底一样 腰斩 成都市场上的母蟹价格 从120元跌到90元 甚至有的地方更便宜 简直是白菜价嘛 大家纷纷表示 这下可以放心大胆地 买几斤回家接解馋了 更有意思的是 杭州的张大哥透露 现在大闸蟹的价格 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什么公母大小品质都有 价格从55元到95元不等 还有商家说 他们还有不少蟹代售 预计价格还会再降 听到这个 我都想去囤个鸡打蟹卡 等价格更低时 来个蟹宴 同样的跳水现象 也出现在梭子蟹市场上 这价格真是低到让人心动啊 中秋时 梭子蟹每500克要140元 现在75元就能买到 真是赚到了 所以朋友们 别犹豫了 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去市场上 挑几只活蹦乱跳的大闸蟹 享受这份美味吧 再来说说 这次让人眼前一亮的榜单 2024民营企业500强 京东 阿里巴巴 和恒利集团这三家企业 可谓是王者归来 分别摘得了前三名 让人忍不住给他们鼓掌喝彩 全国工商联 组织了这么大规模的调研 选出了500家最优秀的企业 真是厉害了 这些企业的经营规模 也是杠杠的 2023年的总营业收入 达到了41.9亿万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收入 居然高达838.22亿元 比我这辈子的存款多多了 我只能感叹 人生赢家呀 而且 他们的资产 净利润这些数据 都在稳步增长 让人对这些企业的未来充满期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企业越来越专注于实业 制造业企业的比例 达到了66.40% 而且还在积极进行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 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啊 我对这些企业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希望他们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 继续贡献力量 最后 咱们来聊聊微软和OpenAI 这对商业界的神雕侠侣 微软最近 在AI领域的投资 真是让人惊讶 简直就是豪至千亿美元啊 和OpenAI的合作 更是让人浮想联翩 如果未来三年 OpenAI赚不到钱 微软就可能收购它 这可真是一场爱情故事 自从ChadGPT问世以来 各大科技公司 都在这个AI的浪潮中 跃跃欲试 不过 这些大模型初创公司 还在摸索边线的路上 就连OpenAI也不例外 微软不希望自己的投资打水漂 所以他们开始收购一些优质的初创企业 比如 Inflection AI 就被微软给收编了 微软的CEO纳德拉 可是个逆袭王 他让微软从 被遗忘的角落跃居 市场前列 市值突破8000亿美元 真是让人佩服 而对OpenAI的金钱与投资 更是持续不断 现在还计划建设一个名为 星际之门的 AI超级计算机 总成本超过1150亿美元 这可是基建狂魔的节奏啊 不过 这些投资的回报 可不是立竿见影的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看到效果 希望微软这次能赢得这场赌局 毕竟在AI领域 谁不想站在浪尖上呢 总的来说 不管是大闸蟹的价格跳水 还是民营企业的榜单揭晓 又或者是微软在AI领域的 大手笔投资 这些新闻都让人倍感惊喜 生活中的这些变化 真是精彩分成 充满了惊喜和机遇 大家都要抓住机会 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刻美好哦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嘿 朋友们 大闸蟹价格的大跳水 可真让人兴奋啊 终于可以便宜地享用 美味的大闸蟹了 这简直是每个吃货的狂欢节 哎哟 楚天书 你以为降价是好事吗 对于养殖户来说 这可是个噩梦啊 他们辛辛苦苦养大的蟹 突然间价格腰斩 损失可不小啊 啊 是的 谢奇奇 你说的没错 不过 这也是市场规律的一部分 供需影响价格 而消费者也可以在这时候受益 虽然养殖户有挑战 但他们也需要根据市场调整策略 哎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有点道理 不过 市场波动太猛 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对整个产业链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消费者虽得利 但若没了优质蟹养殖户 我们还能吃到好蟹吗 哈哈 谢奇奇 看你这么说还挺有道理的 不过 降价也可能促使产业 去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效率呢 竞争中总会有赢家和输家 但长远来看 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才最重要 哎 看你这么说 我也希望如此 毕竟我也不想放弃这道美味 希望市场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养殖户和消费者都能有个好日子过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